2019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个人吐槽大会。吐槽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白宫空调不好时都怪奥巴马,美国要对法国数字税进行报复。 在扯了一堆有的没的之后,特朗普话锋一转,唇枪舌剑直指中国,称美国将拒绝承认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26日当天,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向世界贸易组织施压,指约那些美国认为不应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理由是他们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对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自我宣称的身份,认定方式提出质疑。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身份,谋求灵活性待遇提出质疑。 第三,指责发展中国家在WTO谈判中寻求更低的承诺,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 第四,以上主要说的就是中国。除此之外,这份备忘录通过,义正言辞的方式,表达了美国改革的决心。 美国将投入所有必要的资源,来改变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态度,使那些发达经济体,再也无法利用,毫无根据的好处。 并且特朗普还非要在这份备忘录上,加上一个期限,他希望是一万年九十天,自备忘录签署九十天内。 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认为,WTO并未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上,取得明显进展,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简而言之,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典型的美国处理方式,发展中国家,普遍指经济,社会方面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对。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193个经济体的数据,共同组成了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它们被IMF分类为39个发达经济体,和154个发展中经济体,156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156个发展中国家之一。 事实上,对于哪一个成员该划入发展中国家的类别? 世贸组织并没有一致认可的准确定义,确定一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完全依据自我选择的原则作出。 在中国申请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加,是不完整的。 而且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在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享受优惠是普遍原则。 WTO成员中有三分之二,享受不同程度优惠,主要涵盖关税,补贴及进出口方面。 现在特朗普就是质疑中国的身份,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应该在WTO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优惠,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 这一点在两个指数上就可以体现。 首先从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的数据十分可惜。 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90.03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大概为13.2万亿美元左右,紧随美国其后。 但是在同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被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并且远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 人口基数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些都是制约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因素。 其次从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原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等方面,都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所处的极高水平。 中国在享受优惠的同时,承担了更多的义务。 中国加入WTO时已经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应享受的许多优惠待遇。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的约束关税是10%,到2010年实际关税已降到9.8%,2018年又进一步降到7.5%。 如果再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素,中国的实际贸易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4%,同一指标下,美国的总体水平是2.4%,欧盟是3%,澳大利亚是4%. 美国单纯以经济体量来作为标准来划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很符合特朗普政府的形式风格。 但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早不提,晚不提,非要现在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呢? 特朗普提出这份被忘录的时间,正好处在两件事中间。 其一,2019年5月13日,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 其中主要包括加盐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的纪律,打破上诉机构成员临选僵局和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等内容。 6月25日,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就建议发表谈话,重新强调中国立场。 其二,就在本周,中美将在上海恢复贸易谈判,这也是自上个月季20峰会以来中美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 并且本次会谈的美方的代表,主要是莱特希泽及美国财长姆努钦。 一边让莱特希泽去WTO告中国,一边有让他作为贸易代表来中国谈判,特朗普只有一个目的,筹码。 这个月的特朗普已经不是上个月的特朗普了,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特朗普需要更多的筹码,而贸易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筹码。 就像26日的备忘录中,美国将投入所有必要的资源那样,特朗普在今后也将不择手段。 今天特朗普威胁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明天美国政府就敢质疑,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 不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美国一次又一次的退群罢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